美式賣場在北投的新分店 原定將於12月5號正式 開幕現在卻傳出將無限期延後 而真正延後的原因 在網路上也眾說紛紜 開幕活動甚至連限量免費早餐 都規劃好了 卻在開幕前一週才臨時喊咖 原定的12月5號到了11月底 賣場宣告確定趕不上 當時盛傳恐將延到3月才開幕 不過事隔不到一個月 求證業者卻又改口 沒有開幕時間表 美式大賣場工程延宕 在PT上面就有網友規劃出 三種可能 碰上民眾抵制頂心 秒買秒推事件 網友推測宣告延後時機太敏感 難道是內部出現財務危機 美式賣場嚴正否認 強調延期 纔退就是施工未完成 不過也有網友傳出整個工程 無限期往後拖 是因為地板裂了打掉蟲蓋 不過賣場目測完成度已達9成 看在專家眼裡即便北投地址不穩 也不至於現在才爆發 我覺得應該是交通方面吧 因為這附近不怎麼好停車 就怕中立店造成的交通 擁色惡夢重演 光是傳出落腳北投 就已經讓周邊居民挫雷彈 雖然賣場強調有釋出善意溝通 但交通問題似乎還找不到解答 只是所謂的施工程度不如預期 一天沒解決 民眾想盼到開門 恐怕還遙遙無期 解忌冠宏 李沛宣 新北市場報道 對